感谢你们的支持 妈爹讲故事满三周年了 那么华宝要特别跟你分享 妈爹讲故事2.0官方版的APP 已经隆重上线 邀请大家可以马上下载体验 新的APP呢 有更完整的故事分类 更贴心的播放功能 还有限时免费三个月的 妈爹小知识 每天都有新内容可以听 当然了 也有最新上线的恐龙小学 原创广播剧 快下载妈爹讲故事2.0官方版APP 让华宝给你最好听的故事 今天华宝要给你讲一个 豌豆公主的故事 从前有一位英俊潇洒的王子 他留着金色的极尖长法 经常骑着白色的骏马 在草地上奔驰 王子满20岁的时候 他的父王对他说 孩子 你已经长大了 我和母后也老了 你应该找一位 与你年纪相仿的女孩结婚 她可以陪伴你的一生 父王 我每天待在宫殿里 怎么会遇到年纪相仿的女孩呢 我想 我应该离开宫殿 化身为平民百姓 找一个我喜欢的女孩结婚 你这个傻孩子 你出生在王宫里 习惯不了平民百姓的生活 我和你妈妈一定会为你 找一个合格的公主 只有真正的公主 才适合你 在那之后的三个月 国王先是给所有国家的国王 都写了一封信 告诉他们 我要为我优秀的儿子 找一位真正的公主 我的儿子英俊潇洒 学识过人 哪一个公主嫁给他 一定会得到幸福 在各位的回信中 请告诉我 你们家公主的信息 回信如雪片般飞来 寄到了国王的桌上 国王看了一百封信 最后终于选定了一个 令他满意的公主 这封信中 对于公主的介绍 是这么说的 她是国王的小女儿 夏天只吃樱桃 拥有最芬芳的气息 寒冬的时候 也要用玫瑰花瓣洗澡 拥有最柔嫩的肌肤 国王高兴极了 他立刻提笔回复 请这位公主 尽快来到我的国度 我将盛情款待她 然后她派人 把这封信送了出去 有一天 白天是艳阳高照 晚上却刮起了大风 风吹的窗户 哐哐哐哐哐的响 不一会儿 天上打起了闪电 紧接着 轰隆隆 雷声也怒吼起来 啪哃 哔哐 哔哐哐哔哔哐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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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滴刚落下几滴 就连成了一条线 紧接着 倾盆大雨从天而降 每天的这个时候 王子本来都会在花园散步 可是今天啊 他只能待在城堡二楼的房间里 看着窗外的雨 什么都不能做 他听到了微弱的敲门声 仆人打开了门 这时候 国王正在大殿里休息 他打量了一下眼前的人 哦 这是谁家的女孩啊 满脸都是水 衣服紧贴在身上 我说 你是来躲雨的吗 这个披头散发的姑娘说 尊敬的陛下 我是公主的随从 公主在五百公尺以外的地方 我们是骑马来的 刚刚天空下大雨 公主就不走了 因为她怕雨水 弄湿她的头发 裙摆和鞋子 她让我来告诉您 一定要用香金子的马车 去接她 否则 她就待在那里不动了 国王高兴地摆摆手 哈哈哈哈 我说什么 看来 她真的是一位真正的公主 国王立刻叫人 驾驶箱了金子的马车 去接她 又上楼对王子说 儿子 你的未婚妻到了 我和你的母亲 将会为你好好的 鉴定鉴定 待会你千万不要下来啊 可是父王 我 哎 关上门 在房间里待着 等到公主到来的时候 国王和王后 在大殿中迎接她 慈祥的王后 拉起了公主的手 瞧你 唇红齿白的 你可真是一位漂亮的公主 可是 公主打量了一下宫殿 却皱起了眉 你们的大殿里 只有十八支蜡烛吗 在我的国家 最小的浴室 可都有三十六支蜡烛 看起来 这地方好像有点寒酸呢 国王听了这话 却不生气 哈哈哈哈 你不亏是大国来的公主 啊 这里是我们王室的祖厕 在三百年前就已经建成了 我们在不远处 还有一座更大的城堡 如果你愿意 嫁给王子后 你们可以到那里生活 公主没有回话 依然自言自语 哎呀 我累了 到你们这儿来 真是我长这么大 最辛苦的一次 我要睡觉了 快帮我准备天鹅绒的床铺 这时候 王子在楼上贴着门缝 听到公主这样说话 简直气坏了 这姑娘 凭什么用这种态度 对我父母讲话呢 父亲不准她下楼 她只能听命 但是 她觉得她总得要做点什么 王后可没有生公主的气 她对公主说 你真是一位 有着好品味的公主啊 懂得天鹅绒的高贵 说完 王后拍了两下手 随从就抬来了公主的行李 王后说 美丽的公主 我已经为你准备了十八层的床垫 在床的另一侧有铃铛 如果需要 你就摇一摇它 只要听到铃声 我的仆人会立刻出现的 公主不耐烦了 我要睡觉了 我可以走了吗 王后虽然表面上微笑 心里却有点不太高兴 可是她换个方式想 娇贵是娇贵了点 但她一定是真正的公主 公主不就该是这个样子吗 等国王和王后 把公主送进房间 公主连晚安也没说 就躺在床上睡着了 第二天 天色放晴了 当阳光透过窗帘照进来的时候 公主睁开了眼睛 哎呀 她觉得浑身酸痛 脱下睡衣检查自己的身体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 但这感觉让她很不舒服 很不高兴 她大声地喊 来人哪 来人哪 这床也太不舒服了 我一晚上都没睡好 国王和王后听到声音 急急忙忙赶来 王后问 我的孩子 你怎么了 这时候王子也来了 哎 你们怎么可以闯进来啊 我可是公主 你们在门口好歹先敲门呢 我睡了一夜 全身酸痛 我告诉你 我估计我身上到处都是一块一块的瘀青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 啊 王子不慌不忙地脱掉帽子 毕恭毕敬地向公主行了个礼 然后走到床边 在她面前是厚厚的高高的十八层床垫 她把最上面的五层天鹅绒垫子拿了下来 柔软的天鹅绒摸起来非常舒服 她又撤掉了下面的五层棉垫 这是用来吸热排汗的 再往下 是爷宗垫 羊毛垫 等等等等 当王子 翻开最后一层床垫的时候 伸出了他的右手 在床上开始摸索 等他再抬起手来的时候 手掌里多了一颗豌豆 王子一句话也没说 就这么笑笑着盯着公主 公主急了 你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可是真正的公主啊 啊 王子点点头 是 你一定是一位真正的公主 但我并不想娶一个娇滴滴的姑娘做妻子 在你看来 自己的衣服不能弄湿一点点 却可以让随从浑身湿透来报信 在你看来 18根蜡烛和36根蜡烛 真的有如此大的差别 在你看来 我的爸爸妈妈一定要对你毕恭毕敬 可是你却可以对任何人移植气使 对不起 也许你是真正的公主 但是 你一定不会是我真正的妻子 公主听了王子的话 气得要命 她看了看国王 又看了看王后 甚至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随从 居然没有一个人帮她说话 你们 你们欺负人 她一转身 一路小跑就离开了宫殿 送走了公主 王子对国王和王后说 父王 母后 她的确是真正的公主 但是一定不会是我的妻子 我的妻子 还是让我自己去选吧 国王摇了摇头 又笑了笑 我的孩子长大了 对 她不是你的妻子 但我看 她其实也不是真正的公主 好了小耳朵 听完了今天的故事 也许你心里会想说 那颗豌豆到底是谁放在床底下的呢 又或者 这个公主到底算不算真正的公主啊 在你心中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公主呢 她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质呢 我想你一定有自己的答案